好 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一個等差總共幾項? 35項 第18項是幾? 求這總合怎麼算? 麻煩你齁 老師想請問一下 等差總合怎麼算? 他全部有幾個? 35個對不對? 總共怎麼算? 首項加墨項 全部幾個? 35個 垂直1 2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所以說這時候 對吧 麻煩你把它算出來吃下好了 但是題目很抱歉 就告訴我第18項是6 對吧? 那怎麼算? 其實如果說你注意一下下 有一個東西叫等差中間項特性 對吧? 那你看一下 這第1項和第35項 中間項是告第18項 把1加35除以2 是告18項 所以說第18項 剛好是這兩個數字的中間 對不對? 所以說第18項怎麼算? 剛好把這兩個項加 除以2 所以說 算出來就是第幾項? 第18項 對不對? 所以說這題可以怎麼做? 直接把第18項等一下帶進來 乘上幾? 35行不行? 所以等差中間項特性嗎? 3個數字乘等差嗎? 3個數字乘等差嗎? 對吧? 中間這個數字的幾倍? 2倍 會比前後兩個項加嗎? 那既然這樣子把2移過來 所以說中間那兩個 中間這個怎麼算? 把前後這兩個項加除以幾? 2 所以說這兩個項加除以2 告訴我它中間項是第幾項? 第18項數效額 第18項數據6 所以帶進來 乘起來數據210 如果說你有懷疑的話 那沒關係 其實你觀察一下 第1項 可以寫成第18項減幾數? 17株 對不對? 第35項 它可以寫成第18項加幾數? 17株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當你把這兩個相加之後 減17株加17株 是夠相消 所以說這兩個相加 剛剛會等於兩倍多少? S8 對不對? 2移怪除以2 所以說這整個就S8 有沒有一樣? 一樣嗎? 所以說把它撐起來自己210 這樣可不可以把這邊看一下